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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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怎麼來的 我不是告訴你不要來嗎 你別這樣 別這麼激動行嗎 我打電話給你的 對不對 你跟我這麼說的 我會給你解釋的好嗎 你別這麼激動好嗎 你理智一點行不行 好 王碩夠爺們 算這兒 算這兒 我都別怕 叔叔在這兒 來 介紹一下志祺 教委長 大家好 我叫王碩 今天二十五歲 來自廣州 我說一切就有可能吧 你的夢想超乎我想像 來來來來 我們了解一下王碩 你什麼時候對小丹有感覺 或者你對他有沒有感覺 喜不習慣 你說呀 不喜歡是吧 你不喜歡小丹是吧 不行 你不喜歡小丹你照顧他幹什麼 王碩你不喜歡我 你為什麼對我那麼好 是我自己亂想 是我自己自作多情嗎 你來到這裡你告訴我 你不喜歡我 你能不能不要這麼叫我 我不想 我就要這樣 你怎麼就一直這樣 你們倆別吵了 你說呀 王碩 王碩 不要吵了 我照顧他其實 剛開始是陳怡給我打電話的 說幫我照顧 讓我幫我照顧他 你這兄弟對他女朋友到底好不好 其實我剛開始感覺他們倆挺好的 在一起的時候 但包括這次回來 其實我來的主要目的也是 希望他們倆能和平分手 你也希望他們和平分手 我希望他們和平分手 因為我當初幫著陳語來 去追回小丹 但是我沒想到今天 發生到這個地方 你怎麼說的 你現在要我們和平分手 你覺得小丹是 還喜歡你嗎 陳語 我當初以為你回來 你追回小丹 然後小丹還喜歡著你 那現在呢 現在是他一個人在鬧脾氣 我不希望你也跟著上來 你們兩個人在一起說 我去哪兒了 我們倆還有聯繫過嗎 陳語 我只希望我們三個關係能好 也像原先一樣 我把你當兄弟才這麼做的行嗎 王叔 你自己考慮得很好 你把我當兄弟 我也真的把你當兄弟 我才打電話給你告訴你 不要來 這個事情很容易解決的 我們解決了 下去再說好不好 解決了嗎 現在 王叔 你來了 問題就出現了 你能不能不要說了 王叔 我就想問問你 你到底喜不喜歡我 我現在不想問別的 我想說別的 我就問你幾個問題 知道今天來幹什麼嗎 其實我今天是不打算來這次老師 嗯 但是 小丹也給我發信息 他告訴我 我不來我會後悔 所以我 有一個秘密他也告訴我 我 不知道他沒跟我說什麼 我就想聽聽 我就想聽聽 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秘密 能讓我兄弟 拋棄這麼多年的感情 跟你跟你半年的感情相換 王叔 你到底喜不喜歡我 你到底喜不喜歡我 王叔 我現在就告訴你 你們去年一起做的那個項目 你得到的消息是虧了錢是嗎 不信你自己問他 可我不合理你 你跟這有關係嗎 到底虧沒虧 你心裡清楚 他明顯在挑撥我們 我沒有 你不要 我只想讓王叔 他明白他怎樣的一個兄弟 你先別說話 你給我解釋 你先告訴我 小丹說是 什麼事 這個錢 我自己都不知道虧了賺了 他說 剛才說是 他怎麼會知道賺了虧呢 我現在是不是又回來錢了 沒回來錢就回來一次 回來多少第一次 三十萬 你給我多少 你給我十萬塊 陳宇啊 你就這麼把我當兄弟的嗎 這十萬塊錢 我只是暫時打給你 你不知道我錢從哪來的嗎 十幾萬都是我借來的 我僅在那張錢我都投給你 我相信你陳宇 你就這麼對我是不是 我跟你講 我沒有想坑你的錢 能明白嗎 我沒有想坑你的錢 那你現在做的是什麼 不是坑嗎 好 我跟你講 錢我是打給你十萬 是我的錯 你沒有錯嗎 你知道我打錢給你的前一秒 老人在我辦公室怎麼講 我聽說你兄弟玩數啊 最近天天到小丹家裡給人家煮東西吃 兩人走得挺近的 小區阿姨都看著你們兩個成酸陸對的走 你讓我怎麼想 你相信老毛你都不相信我是嗎 我承認我 小丹家你不知道嗎 我承認我當初是錯了 但是我後一秒就馬上下 我幫你換位思考一下 如果我是你 你會去照顧他嗎 我心裡真的很難受 我才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後一秒就後悔了 你聽得明白嗎 後悔你有這麼有理由嗎 沒有錯 這根本我剛剛 我告訴你 你這樣做 你就是在打我的臉 沒有 我不是 我並不是真的想挑剝你們之間的關係 我只是想 你再不是挑剝嗎 我只是不想我們三個之間的關係變成這樣 變成怎麼樣 就想把這一切解釋清楚 別吵了行嗎 你們三個人之間的關係已經夠混亂 現在又扯上了經濟 你是來告白是說情感的問題 你跟我扯上經濟的事幹什麼 吳老師我真的很氣王說 現在我不管你氣不氣 你現在就說情感的事 錢的事才下算 這是完美告白的舞台 不是經濟論壇 好不好 跟他的話 跟他的話 只限於情感之內 不說錢的事 聽見了沒有 接下來是小丹 對陳宇和王碩的告白時間 王碩 但是你要相信我真的是 一死糊塗我才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你要相信我 我們這麼多年兄弟 我真的不會去看你的錢 不要說了 王碩 王碩 我真的把你拿到兄弟 你這麼對我 什麼 錯了 真的錯了 你捏下掌心的夢 你仍靜 剛才說了 吳老師 錢的事稍後私下說 不要再說了 不要再說 我現在不想聽你說話了 我不知道我們的關係 什麼時候發展到現在 會爭東西的時候 我想都想不到 我做夢都想不到 我想到了嗎 為什麼我會把錢給你 讓你投資啊 別說了 我不就是當時認識你 就說我要起創業嗎 王碩 別說了 那個時候我家裡沒給我錢 咱倆想創業對吧 咱們兩個一人提一個工具箱 跑天橋那去貼模 結果人家到了網上 我們搜攤的時候 跟我們說 土地費一百塊錢 要不因為這次 你受傷了 住進院了 我還能發個信誕嗎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認為你是很好的人 是我兄弟 但是你今天做的事 你要怎麼去弄 你知道我成語好面子 你也知道我成語愛吹牛 我成語這輩子 可能真的沒有什麼好朋友 但我是真把你當朋友 當兄弟 你曾說過一份 別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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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芳姐在說 我真的不想說 別說了 黃叔 錢的事情 我下了台馬上把你 把你剩下的七萬 全部打過去 我給你這些錢的事 我就說過有錢一塊轉 有事一塊扛 現在我不是在跟三 不要再說了 我不想再提了 你明白我不會跟你三連的 這件事情 是我對不起 我成語 在這裡 給你道歉 我也不想聽到這個 但小丹如果說 她真的喜歡你 我可以拉嗎 不知道你的嘴角烧起来